台北捷運再接獲恐嚇信件 在今天上午7點多 捷運人員接獲了郵件之後 立刻報案 不排除與前一天的信件 是同一個人所回 目前已經遭由警方進行調查 而連續兩天收到了恐嚇信 台北市政府強力譴責這種惡意行為 市長蔣萬安也立即作出指示 要求捷運的警察隊要加強勳解 事實提升維安等級 這是我們目前收到的最新消息